要问摩托技术哪家强 除了山东就不得不说印度R3了 骑摩托车的载客量堪比一台面包车 站着骑躺着骑趴着骑各种姿势各种花样 可以看得出R3对于摩托车研究还是非常透彻的 也正因为摩托车本身有许多优点 所以几乎印度人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摩托车 据统计在2016年印度的两轮摩托车总销量 已经达到了1770万辆 占据世界第一 但你知道吗 在以前摩托车总销量占据第一的一直都是中国 从50年代开始 中国摩托车行业由军用转民用后 就一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和追捧 并连续23年 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 产销总量几度接近世界一半以上 然而由于摩托车行业创新不足 市场难以管理和国家的禁谋令 使得中国摩托车几乎失去了所有高端市场 摩托车从城市消失 只能消往农村和二三线城市 甚至更小的城市 没有了高端市场的支撑 中国摩托车生产和研发 集中在中小排量 相应中国摩托车出口 也集中在中低端市场 截止到2015年 中国四个自家市 23个省会城市 5个自治区 两个行政特区中 只有拉萨 香港 澳门和台湾 不尽现摩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 中国摩托车销量减少是必然的趋势 很多摩托车行业的领头人 也纷纷把资金投入别的产业 久而久之 销量越差 投入摩托车资金的人就越少 就无法做出更好更创新的摩托车 这种恶性循环 也导致现在的摩托车产业要死不活的 然而对比我国的禁谋令 印度阿三的政府 却大力支持摩托行业 根据统计 2014到2015年 印度本土最大的企业英雄摩托 累计销量摩托车634万辆 并在印度占有40.1%的市场份额 随着印度经济每年9%的增长 印度汽车和摩托车市场 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市场 摩托车销量在2017年 就已经超过了中国 可能是国情的不同 也可能是人民的需求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 这种一巴掌全进 而不是规划规范的做法 让很多热爱摩托车的车友们 得不到好的市场环境 而我国的摩托车产业 也不会有更大的突破 反而会不升反降